大家早晨 昨晚港股收市之后 美股表现很好 美子期货 一路就不停升 在这一段 更加突然之急升 看到 今早早就回回了一点 整体来说 今天对港股有利 但是有利 港股能不能够继续 升上更高的水平 就看自己的表现 我们五大指数的真正变动率 昨天收市时表现 是个别发展 有些就升 有些就跌 但是升跌幅都不大 最大的都是0.337% 升幅 就是红筹指数 此外 港股收市时 美股期货 4298.50 跌了0.739% 我们五大指数 全部都比它偏高1.5% 港股昨天表现 算是真是不错 开市 这样按低 一下 掉转 冲上来 杜星收场 很多指数 都是真是不错 现货主板市场 非审会主动买股 高比率 收市报59.41 亦都显示出 那些买家的入市态度非常进取 59.41 虽然未够60.40 但都高于55.45 55.45 过去519日 平均比率 资金正主动买入93亿 高于平均71亿 占总成交根额达到9.362% 你看看这条 是不是不错 我昨天的主动买盘 可惜的 昨天升市 的 成交又是不配合的 现货主板市场总成交根额 只有998亿 很久没见过 不够1000亿 低过平均的1297亿 很多 而卖空金额比率 是 略为回降到21.704% 依然高过平均的19.009% 今天我们来看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 500只恒生作指数 成份股 的日线图 先看指标 全面 全面 全部离淡 短期国势 是全面向淡的 亦都像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是再见到近期的新低位 昨天 最低是见过 3689 不过再提一次 科技指数 是没有创近期的新低位 或者比这个低位 没有低过 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综合指数 都创新低位 科技指数 是没有的 我们依然看科技指数 虽然它昨天表现 还是一样 但是 未来一个大型的反弹 之中的主要 上升动力来源 依然是这样看 好弹大会角力的情况 对方 恒指期货 加权收市 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跌和跌 跌得来 成交量是减少 留意一下 市是升 但加权收市 比上右 跌了 国指期货的情况 一样 虽然跌 但是 估额不大 偏离值 进一步分别跌 负300 白恒生指数 期货 和国企指数 负200 一样 企不稳 在大户家庭 平均开仓水平 分别是 24372 和8679 上边 上半月的市货 就 一般 我们看了今天 可以看了今天 不过 就算 不是一般 都不会大好了 机会好未 因为 表现太差 三个交易日 加权平均偏离值 是分别是 -0.861 行指期货 国指期货 -1.162 是说百分率 行指期货 昨天 是升市 我说加权平均 跌市 但整体是升市 没有底触 没有矛盾 国指期货 升市 科指期货 都是升市 两个月份合计的 未评测入 正数 行指期货 不变 国指期货 不变 科指期货 是减少的 不过 它的 两个月份合计 未评测的 评数得 208889张 这个 稍后得出来的分析结果 大家就 六成 准确了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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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 先看不变 昨天升市 不变 代表昨天 无论是中资 或者外资 好友大会 在开新仓 逃利的同时 淡有大会 亦在平旧枪 计数 启示今天 蓝筹股 和国际股 是反复再升的 机会大 而科指 其货 是减少 减少 代表 昨天科技股 战场 淡有大会 平旧枪 计数 启示今天 科技股 有六成机会 跟随南筹股 国际股 冲上去后 就会见顶回落 进行 即使回涛 500只 还未到 这是33个行业 内 今天我们看 过去5个交易日 累积的 资金流向 资金正 主动买入 和卖出 看一看 33日之中 有 除了头的6个 即有27个 是资金正 主动买入 今天 反过来 放在上面 我们看 有6个 是资金正 主动买出 不过 最多的 都是 1亿 几 1亿 3300万 分别是 运输 比较最差 一般 金属 及 矿石业 汽车业 然后 半导体业 黄金 及贵金属业 和其他 资金属业 我们看到这里 如果我们看 最后的3个 虽然 是 绿德 资金正 主动买出 但如果看昨天 只是看昨天 主动买股比率 是不错的 即是 在低位 有数分货 特别是 最后的2个 运输业 和一般金属 矿上业 主动买股比率 都高 60 比40 500 恒生 作业 成分股 资金正 主动买出 最多是 5.8200万 美团 第2位 5.1亿 腾讯 第3位 4.2亿 阿里巴巴 头10位股票 5个升 5个跌 自己看看 究竟 是不是 高过家庭平均 家庭平均 高过家庭平均 高过家庭平均 看好 少许 仿俗 有些保留 就算它升 升的 最重要是高过家庭平均 就像这种 中石油 升的 高过家庭平均 那就好 他还错了 52周新高价 3.98 看看 主动买股比率 很漂亮 6.7比33 代表昨天低位 6.369 成为了 虽然两比借1.811倍 比如说我们看 創52周新低 132元 阿里巴巴跌的 跌得来 收市位 135.3 依然高过家庭平均 134.093 那就是 它那个 在马转买股比率 也有57.43 不是差的 那代表 虽然跌了 132元 132元前面 都有一些 应该是大户买家的 入市 掃货 但是由于它低过 sorry 高过 所以 掃货 那就是 就看着 122元 也有 不错的支持力 即使支持力 就这样看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跌的有 跌的有 先 不是 原来全部 这只 这只不行 美团 233 它收市位 233.6 低个卡 平均233.7 所谓 高位237元 都 有几大 即使阻力 低过就差 虽然它的主动买股比 60比40 但是这个229的8传率最低位 都不可以说很可靠 就用它的看法 那看看升跌幅 表现最好的中石油 刚才提过的升了7.59倍 所以稍后 我第二段投资影音分析都准备了 和大家 重点分析 就是 857 中石油 另外 跌了 9.7% 有中国软件国势 这只比较差 差点 中国软件国际 变了它是跌这么多 跌这么多得来 就收市位 12.28 仲略高的加决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 显示这个低位 8.9 6.8 比32 即使还要支持位 是不是 不是6.9 对不起 退错了 12.04 即使还要支持位 短期还要支持位 因为73 比27 关键 守不守得住 守得住 有些反弹 可以 跟过去5 交易相比 有两只特出一点 除了这只中国软件国际 跌了14%之外 联想集团 升了12.22% 看主动买股比率 除了刚才提到的 例如中石油 刚才提到中国软件国际 要留意 还有两只 分别是68 都是68 比32 不是分别 68比32 都是升市 就是中远海控 联想 升幅3.1% 和4.9% 分别 代表他们 昨天的低位 中远海控 10.28 联想 8.9 联想集团 都是一个即使 重要支持位 就是中国软件国际 中国软件国际 到达了3倍 到达了 看下 他守了12.04 还要突破12.7 才是 后市 买家是有作为的 顺便说 創52周新低价的小米 收市是升的 升了1.46% 而收市位亦高 加价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 就不配合 4比6 46 两比都不配合 这个是19.86 暂时搜到 未能够 那么快断言 可以找手 放在我专业综合分析表里面 昨天表现最好的 是中石油 第二 是 阿里巴巴 第三 是中国平安 我们来看看 阿里巴巴和中国平安 两个都跌的 跌幅不大 比 五个交易日前 收市亦都跌幅不大 阿里巴巴就创52周新 低价132元 主要买股比率就 不算太差 57比43 而中国平安 59比41好少少 那就代表在 48.8全是低位前面 都有一些 数货的情况 这些股票 我稍后 简单分析的股票 我选了 我选择 354 中国远跌国际 我选择 中国远跌国际 我选择了 一只 不在这里 是916 和1658 为什么选择这两只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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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1658 是不是 不是在这里 9161658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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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 重点分析 股票 简单来看看 有两条 粉红色的线 这条线很简单 找两个最高的位置 找两个最低的位置 拉上去 一条阻力线 一条支持线 不是什么通道的 支持线 现在 画在这里 调头就升了上去 昨日的修士维 肉眼望的 是高过 阻力线 这条阻力线升穿之后 自然就是变成什么 升破之后 自然就叫做 根性是升破 因为我习惯的 写文章 升和升破 跌就要跌穿 习惯的 要守回这条 这个 阻力线上 这样就有得去 整体来说 在这些顶 第1下 第2下 第3下 第4下 一路升上 是升破到这个顶 这个顶有一个 短期重要支持位 如果这些顶阻力那么大 就不会容许 不肯下不肯下再冲 所以这个位 用指示位 短期要 遲些 暂时不买 暂时不要放在这里太蚊 暂时 你应该理论上 应该 昨日 应该前日 你应该还放在这里 但是昨日不用了 这枝大阳烛 应该习惯来 放在这枝阳烛的身躯 中间位 平均线分布形势 整体分布形势 是全面利好的 昨日这枝大阳烛 有很大的成交量支持 很美 接着 obb 近日的反复偏好的走势 都是配合的 我会详细和大家分析 这架股票 接着 讲三枝股票 第一枝 就是 916 刚才提过的916 不是 刚才是否看这枝 刚才不是 刚才我不详细看那枝 应该是这枝 我先看清楚 刚才我答应大家说哪枝 不要紧 信 number 说 好一点 先讲 三五成 中国燃气 不是 不是说中国燃气 怪不知不对劳 按错了 5打了8 keyboard OK 中国软件国际 中国软件国际 日线图 下位是14 日线图 中国软件国际 昨天跌了 刚才也说了 跌市 跌市 看一看这些低位 穿不穿 看一看 这个关键 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是 11.78 昨天最低是 12.04 11.78 很重要的短期支持位 另外 因为昨天最低是12.04 除了这个11.78 之外 这个位 12.04 刚刚跟昨天是一样的 是不是 看不见了 你看看这些低位 都是高12.04 分别是12.4 12.4 所以我们看两个位 第一个 12.04 即是昨天的低位 第二个 看这个就重要了 这个低位是11.78 看守不守 守不守 都会继续下跌 继续下跌 那就有点麻烦了 起码 我会看 由这个 16.28 跌下去 12.04 我们再由 我们看哪里计算 应该由这里开始计算 由14.78 减分一倍 一倍就是这里跌到这里的幅度 自己计算 这是跌穿 11.78 或是后体的量度跌幅目标 短期形势指标 就是全部 利淡 MACD 都出了 Walko 双红光信号 形势真正 非常一般 唯一一个 叫做 可能会支持 有一线希望 成为出了 SL 减低位 12.04 代表今天 明天 最迟后日 如果没有出现 低于12.04 收市位 这个市场就有机会 反弹回到这个 横行区 反复上落一段时间 再定后向 这只股票 当然是短线的 不要想 第二只 就是9.16 我讲的 想讲的 9.16 9.16 和一会儿讲的 16.58 这两只有什么 特别要讲呢 这两只就是 昨天 500只恒生 重力指数 成分股之中 资金正主动 卖出 最多的 两只股票 这两只股票 9.16 和16.58 还有一个 就是22.69 我今天就不讲的 这三只 金额就不要多 三只都是几千万 先讲 9.16 龙元电力 9.16 昨天 是有反弹的 他昨天见过的低位 是由17.04 最高见过18 自己看这里 最低最高 有反弹的上位 究竟已经跌完了吗 不知道 但是 这里 就有一个射击之声 出了 虽然之前 一个明显的 调整期 过了 之 跟着这段 升势 就不算持续 但是 整体来说 上来 我们也要看一看 你可以说一个不完美的射击痴声 但是形态上也是射击痴声 这样下来 然后曾经反弹过上去 这个高位 19.96 但19.96 收市位那天 是19.28 19.28 15.36 开始 升了上去 可以到20.25 0.618 就算不到 应该差不多到了 17.04 大家自己就算一算 这段升幅 是否能守 守不到的话 就理论上 应该回试 15.36 看清楚 15.36 这个位置 没错 15.36 就会试 15.36 前边 回来 短线 小心点 看看指标 保理加通道中逐 在自己股价的下面 SAR在下面 RSI STC MAC 还是好 三好两担 形势是偏好 所以这个股票 如果你拼它手 都宁愿618 的位置 用我做 市市委 或者用 保理加通道中逐做市市委 收市委计 那你都有 一定的直播率 但直播率 我相信 你不要那么大胆 伏这个位置 就是19.96 注码是小处 因为三好两担 短期形势 是偏好的 注码是小处 那么 1 2 3好 两担 入市 当然看着小市图 小市图 的形势转好才好入 那就有一定危险 股票制波 很小的反弹 你的指示位 一定要放在 0.618 才能够 值得 就是这里 0.618 意思是 这里 升到这里 0.618 两度 跌风目标 如果你放在这里 你的直播率 是不够的 这就是你要小心 买这只股票 小处 就算入市 最后一只 油储银行 16500 16500 昨天就比较窄 一个十字体 出现了 早前 它由 5.03 升了上来 最高 见过 5.04 现在就回落 回落在前日 即是星期一 就见过 5.02 肉眼看上去 一半左右 是不是就这样 升到上去 升到上去 也有点麻烦 这个虽然 不是很长的 升势 所以这个要打折扣 这个 这个叫做 吊颈 利潭串腔的形态 但是怎样都好 5.04 也有阻力 如果真的过到5.04 不是不行的 先决条 为什么要守到 5.02 不够 守到5.02 不够 要很快升破5.04 这样 你就可以计 有两个计法 两个升高目标 就是由 5.03 升到 5.04 看看升多少 再由5.02 加上去 一倍 当作ABC反弹 第二个计法 就是由这个高位 5.93 自己看看 5.93 跌到 刚才说的低位 5.03 反弹的 跌0.618 看看多少 就跌跌位 站到上边 再跌 这个 5.93 我说的是跌 跌 跌 你不会 好像倒跌 不是的 是有根部 分析 短线投机 用铺 如果我说得 贴切一点 不用铺 才去看 5.93 指标1,2,3,RSI暂时倒转盘位 STC只有一个好,所以雜石帮不过 原因是四个盘位,一个好,是没有指标支持你 直播率可能是足够的,用这个指示位 但我们担心这个指示位会被触及 所以选择第二个,短线投机 我们讲完三个股票之后 最后我们讲的是美子期货 先看看现在美子期货的形势 在低位回来一点点 我今天把下面的座位改为香港时间 大家是容易看的 所以这里是什么时间? 今早香港时间凌晨2点45分之后 看到顶便下回来 即是说美股的五市末段 美股收市是4点5点钟 5点钟就是这个 4点9至5点钟 现在是15分钟 收市之后,美股收市之后 接着下一个,在新西兰那边 亚洲市,亚太区市一 接手开之后 就是下回来的 现在又大回来的 明世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了 我们五大指数合理值 在这五个 恒生之数合理就是24421 是升317点的 24421 希望到 我没有大奢望 到在附近浮沉 然后找机会试 即是第一个重要阻力位 24726就好了 如果24726就麻烦了 就要看什么? 241726 即是第一个重要支持位 看看开市如何 大家可以略为乐观一点 看今次的市况 初步是这样看的 日形势有变 我再更新 会给即市感浪 所有高或以上的级别 提醒大家的市况有变 如果出现的话 多谢各位